今天我们想谈一个主题是关于工人与工作之间的这种关系 那我们都知道侍奉神实际上最重要的是一种关系的建立 我们人与神的关系 我们人与人的关系 我们人与工作的关系 侍奉神的工人在我个人的体会当中 最重要的是工人与神之间的这种关系 没有这个关系的建立 我个人认为我们的服饰基本上是会失败的 那我自己是一个传道人 那我们中间有很多人 不管是全时间的还是部分时间的 或者是义务的 都是在做神的工 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 你们与神的关系是怎样的 而这种关系实际上是我们侍奉上帝的基础 你的生命怎么样 你的灵性怎么样 其实是在于你与主之间是否常常连接在一起 上帝耶稣基督他盼望我们的侍奉是能够多结果子 因此可以把荣耀归于神 所以我们的生命如果是在神里面的 那么我们的服饰也就带出神的果子来 主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这样说道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在藏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 你们不能做什么 如果一只电灯 他离开了电源 就不能发亮 一只风车 如果离开了风力 他就不能转动 其实神的工人也是如此 无论你经验多么多 如果你的服侍当中没有主的同在 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同工们 亲爱的牧者们 你的信心也好 你的灵命也好 你的提升 不是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 而是可能是在自己里面 今天在我们教会当中 有很多人愿意服侍神 参与各样的圣工 但是我们可能忽略的是 自己生命与神的生命之间的 这种关系的建立 如果我的侍奉 不是建立在我个人与神之间 美好的关系的基础之上 那我的工作再有果效 却是很危险的 甚至是越有果效 就越是危险 因为那不是真正 以上帝为中心的服侍 不是以耶稣基督为主的服侍 结局一定是高举个人 高举领袖 高举牧者 高举同工和自我中心 这就是为什么 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 他重点讲论的那部分 会特别提到葡萄树和枝子之间的关系 只有我们常常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门徒 我们的生命 才是耶稣基督生命果效的流入 我们才可能结出 以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果实 否则就会像先知以赛亚所说的 必定结出野葡萄来 那就是不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工作的果子 今天这样的工人还少吗 感谢观看